两名匪徒遭警方追捕时 飞车逃走 不料在急转弯路段失控状向防护来后 竟朝向警方领开至少刺枪 逼使警方开枪反击将他们打死 这起案件发生在今天凌晨三点 地点是雪州跟灯猴子山路 此者分别是41岁及40岁的两名印尼男子 其中前者拥有四项前科 也是警方通缉犯 雪州刑事调查主人安南指出 警方不排除两人涉嫌雪州多宗抢劫案 他们扶出前可能正准备干案 警方也在调查他们是否有黑社会背景